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今天的回家作业 ChartGPT 什么是未来呢?我好奇地问他 未来就是以后,是还没到的时间,通常说的是比较久的时间 像是一年后,十年后,一百年后这样ChartGPT一如往常地回答我 那未来会怎么样?我想请他直接帮我回答回家功课 ChartGPT想了很久,慢慢地说,未来会怎么样,可能有很多种 未来可能可以随时随地,自由自在地飞到任何一个地方,欣赏每个国家的风景 未来可能不再需要辛苦地念书写作业,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地玩乐 未来也可能继续会有新的病毒,出门都必须戴防毒面具 未来也可能食物越来越少,再也吃不到我们喜欢的草莓了 总之,未来会怎么样,可能有很多种 我听完开始害怕了起来,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不想出门戴防毒面具,也想要继续吃我爱吃的草莓,我觉得很伤心 ChartGPT拍了拍我,扮了一个鬼脸想逗我笑 未来会有很多很多开心的事,好玩的事,也会有烦恼的事,乱七八糟的事,未来会怎么样,没有人可以知道 ChartGPT继续说 可以确定的是,开心的时候尽情享受,烦恼的时候乐观面对,你会好好的 ChartGPT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隔天,我开心的交了作业,我写了未来会怎么样 可能好,可能不好,但我一定会好好的,你,你,你还有你也要好好的,这样子未来一定也会好好的 老师在我的作业本上写下了评语,很棒 我们都开心的笑了